Hello大家好,我是吃泡面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机器人男孩为了变成真人 在海底冰冻2000年 醒来后世界早已大变样的故事 人工智能 故事发生在21世纪中期 如今地球上的很多城市都已被淹没 人工智能机器人成为了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科技手段之一 但在机器人创始人博士男看来 他们因为没有情感 所以不够完美 因此他提议 可以创造出一种拥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小孩 用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20个月后 他漂亮和丈夫亨利一起来看望自己生病的儿子小讨厌 医生告诉亨利 小讨厌或许永远也不会再醒来 与此同时 在机器人公司上班的亨利 被选择为机器人小孩的试用者 下班后 他将这个白衣白鞋的机器人男孩大卫带回了家 他拘谨地走进这个家 生怕弄脏了这里的地板 他的到来让大漂亮泪流满面 他无法接受一个机器人来代替儿子 在亨利的劝说下 大漂亮逐渐冷静下来 夫妻俩躲在墙后 偷偷打量着这个新成员 大卫的眼睛定格在小讨厌的照片上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还未被完全激活的大卫 希望大漂亮帮他换上睡衣 大漂亮讨厌似的离开了房间 还好亨利出来解了围 第二天 大卫目光真挚地看着妈妈的一举一动 但大漂亮并不太想理会他 毕竟他只是一个机器人而已 没有人告诉大卫应该怎么做 他只能看着妈妈泡好的咖啡发呆 做家务的时候 大卫总是会跟在他身边 这让大漂亮十分不适应 甚至一把将他关进了衣柜里 绑完所有后 才将大卫放出来 失去儿子太久 如今的他开始不知道 该怎么和一个孩子相处 更何况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孩 吃晚饭的时候 大卫模仿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大漂亮留在嘴边的一根面条 让大卫哈哈大笑 夫妻俩也忍不住 被这天真至嫩的笑声打动 开怀大笑起来 亨利看着妻子 自从失去儿子 他已经很久没笑过了 经过慢慢的相处 大漂亮逐渐开始接受了大卫 看着躺在床上的大卫 他想到了小讨厌 忍不住流泪 由于再三后 大漂亮最终还是决定 彻底激活大卫 完成任养协议 协议中 如果他们不再爱大卫 大卫将被送回公司销毁 输入激活码后 大卫的眼神不再机械化 甚至换大漂亮妈妈 母子俩紧紧相拥 阳光撒了他们俩一身 大漂亮甚至还把小讨厌 当初的玩具熊送给了大卫 这也是一只可以说话的 智能机器玩具 一段时间后 大漂亮欣喜若狂的 将可以出冷冻室的小讨厌 带回了家 大卫不知所措的 看着照片上的小孩 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 小讨厌已经醒过来 并正常生活 在他眼里 大卫和玩具熊一样 只不过是个超级玩具而已 晚上 大漂亮拥着小讨厌 给他讲着睡前故事 旁边的大卫羡慕的看着这一切 将小木偶变成真人的故事 也听了进去 吃饭的时候 小讨厌挑衅般的 向大卫展示自己嘴里的食物 大卫一手拿过碗 玩具熊立刻阻止了他 大卫一旦吃东西会坏掉的 但大卫仍然要和小讨厌较劲 一口吃下了食物 两个孩子不顾大人的阻止 拼命的往嘴里送着食物 最后 大卫的面部因为进食而开始变形 夫妻俩不得不将大卫送到公司去维修 芯片上满是食物 看到紧握着大卫的手的妈妈 乔讨厌又生出了邪恶的念头 他告诉大卫 只要剪下妈妈的头发 妈妈就会更喜欢大卫的 而且还不能被妈妈发现 听到这话的玩具熊瞪大了眼睛 晚上 趁着大漂亮熟睡的时候 大卫拿着剪刀 来到窗边 刚刚剪下一缕头发 夫妻俩就醒了过来 亨利大声斥责着大卫 大漂亮拼命的阻止着丈夫 混乱中 头发掉落在玩具熊的脚边 第二天 亨利提出疑问 大卫既然懂得爱 就肯定会懂得恨 已经学会拿武器的她 现在是个危险因素 大漂亮根本不同意她的看法 两口子不欢而散 在夫妻俩为小讨厌举办的宴会上 小伙伴们嘲笑大卫不是真人 甚至还想伤害她 害怕的大卫躲在了小讨厌的身后 暴乱中 两人跌入泳池 大人们手忙脚乱救出了小讨厌 而大卫就像个没人要的孩子 看着众人带着小讨厌离开 只有那只玩具熊 静静的在池边守护着大卫 晚上 大漂亮看到了大卫 从玩具熊那儿学来的单词 字里行间满是对大漂亮和亨利的爱 大漂亮看得泪流满面 不舍得抱住了她 此时的大卫还一厢情愿的以为 妈妈真的更爱她了 黑亮后 大卫抱着玩具熊 以为大漂亮要带着她去好玩的地方 殊不知 她正准备将她带去公司销毁 但行之半路 大漂亮不忍心了 决定将她遗弃在树林 由玩具熊陪着 得知真相的大卫 哭着祈求妈妈不要抛弃她 一个劲的道歉 天真的她甚至认为 妈妈是因为自己是机器人 所以才不要她的 挣脱开后 大漂亮头也不回的开车离开 独自踏上流浪旅程的大卫 牢记着蓝仙女 可以把木偶变成真人 不远处 一辆货车倒下一些 被销毁的机器人残骸 一些残破机器人 纷纷聚拢过来 寻找可以用的零件 给自己装上 突然 一个硕大的月亮升了起来 大卫茫然的看着这一切 旁边的好心人告诉她 这是机器人屠宰场 在搜寻逃亡机器人 机器人们开始四散逃离 大卫也慌不择路的 但不幸的是 她最终还是和其他机器人一起 被网子抓了起来 玩具熊因为在网子外面 而大卫没办法死死抓住她 她就这样从高处掉了下来 但依然追随着大卫的方向而去 镜头一转 在一处人生鼎飞的地方 玩具熊找了过来 根本没人理会她 要找大卫的请求 将她丢在了失误招领处 原来这里就是 所有机器人惧怕的机器人屠宰场 所有被抓的机器人在这里 都难逃一死的命运 如此可怕的场景 让步步后退的大卫 抓住了一个人的手 而她正是一个 无端卷入一场谋杀案 而被迫逃亡的机器情人 乔 拼命自救的玩具熊 终于找到了大卫 却被一个小女孩捡到 玩具熊告诉小女孩 这个小男孩是个真人 因为爸爸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他迅速将此事告诉了爸爸 爸爸拿着仪器来到铁笼前 发现大卫确实为机器人 但因为还是内测品 所以外界还并不知道 有机器人小孩的存在 这让爸爸很是惊讶 和同伴商量起 要不要销毁他 同伴表示 让他上台自由发挥一下 因为大卫始终不肯松开桥的手 他们俩被一起带了上去 害怕的大卫 看着周边乱糟糟的一切 台下的观众们 因为目睹一场场 机器人被销毁的场景 兴奋不已 大卫上场后 所有观众都被他吸引了 主持人表示 他只不过是个机器人小孩而已 还要用废水来验证 大卫惊慌失措的大喊着救命 表示自己不是小木偶 观众席中有人站出来反对 认为机器人不会像他那样求救 很快 大家纷纷起身反对销毁大卫 并一拥而上控制住了主持人 小女孩的爸爸则救下了大卫和乔 他们俩带着玩具熊 携手侥幸逃走 逃亡中 大卫告诉乔 自己只要找到蓝仙女 就可以变成真正的小孩 身为机器情人的乔 一天要找的是女人 乔立刻来了精神 在他的认知范畴里 就没有他搞不定的女人 并带着懵懵懂懂的大卫 来到他曾经的活动区域 艳都 很快 在乔的引荐下 大卫见到了无所不知的万石通博士 在他提供的影像中 大卫终于是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蓝仙女 并得知 只有在世界的尽头 曼哈顿才可以找到真正的蓝仙女 但在乔看来 所谓的蓝仙女根本不存在 是人类用来迷惑机器人的手段而已 可大卫坚信 妈妈不会骗自己 等到自己找到蓝仙女 就可以获得和小讨厌同样的待遇 妈妈就会重新爱自己 并独自离开 决定独自去寻找蓝仙女 就在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来时 一群警察围了上来 不由分说就要带走 被认定为谋杀犯的乔 想救乔的大卫 启动了旁边一架无人驾驶的直升机 因为不会操作 整个场面一片混乱 乔则趁机逃了出来 明显熟练很多的桥 操控着直升机 将目的地设置为曼哈顿 很快 直升机飞上零箫 直冲早已被淹没的曼哈顿而去 二人一雄看着眼前的残垣断壁 惊呆了 将飞机停好后 大卫发现了一个貌似实验室的屋子 照片上的孩子就是大卫 里面挂满了和大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很显然 这就是现在的大卫诞生的地方 如今的大卫意识到 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他坐在高处换了一身妈妈 就义无反顾的跳进了水中 一直沉入水底的他 仿佛看到了什么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在他伸手去触碰的时候 他被什么东西给拉了上去 原来是乔将他救了起来 大卫兴奋的告诉他 自己看到蓝仙女了 与此同时 空中追捕乔的人又来了 巨大的吸力将自身带有磁铁的乔 开始往上吸去 在离开前 两人彼此道别 乔还贴心的为他按下了直升机的潜水按钮 大卫无奈的看着乔的离开 乔大声呼喊 我曾存在过 随着缓缓下潜 大卫终于看到了自己一心追寻的蓝仙女 由于震动 他们的直升机被破旧而贪搭的射尸压主 无法动弹 困在海底的大卫顾不了那么多 开始一遍遍的向蓝仙女许愿 而本是游乐场雕塑的蓝仙女 自然不会给他任何回应 切而不熟的大卫没有放弃 直到机器的电源耗尽 灯灭了 时间一晃 已经过去了两千年 地球上的人类早已灭绝 人工智能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 一架探测器来到曼哈顿 发现了沉入海底的直升机 擦去玻璃上的鳞霜 里面的大卫早已更佳 他的电量也早已用完 在机器触手的触碰下 大卫重新恢复知觉 摇摇晃晃的来到蓝仙女面前 可刚刚伸手触碰过去 蓝仙女就碎成了渣 一直以来追寻的梦 就这样碎在了眼前 机器人获取了大卫脑中的所有记忆 并制造出幻境 助他实现梦想 不知情的大卫以为一切成真了 惊喜地呼唤着妈妈 可毫无回应 蓝仙女出现在眼前 大卫立刻希望 他可以把自己变成真人 可蓝仙女却说自己做不到 而且他的妈妈早就已经不再认识 机器人通过蓝仙女告诉大卫 他们只想让独一无二的大卫快乐 大卫眼闪泪花 没有了妈妈 他追寻的一切又意义何在 蓝仙女表示 如果要复活人类 必须要有他们的DNA 而这早已不复存在 大卫无法接受这一切 这时 玩具熊走了过来 从身体里掏出了当初 大卫剪下了一缕头发 机器人过来告诉大卫 就算能复活妈妈 他也只能存在一天而已 大卫义无反顾 只要能拥有妈妈的爱 只有一天又如何 一时之间 阳光射了进来 大卫最爱的妈妈 从床上醒来 这一天是大卫有史以来 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的妈妈 心里只有他 大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陪伴 玩具熊也加入其中 和他们玩起了捉迷藏 大卫甚至还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 夜晚终究还是来临了 妈妈说出了大卫 一直等着的那句 我爱你 他紧紧握着妈妈的手 陪着妈妈一同睡去 而玩具熊也跳到了床上 一如既往的守护着他们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亲情童话 当纯粹的爱 变成了被刻在电路板上 不可更改的物画 感动之余 是对生命意义的深思 爱与被爱 永远都是时间超越一切的心动所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泡面 咱们下期再见